哈喽,大家好,我是莫克森,我们现在在秀江河公园,它是一条由泉水组成的河,目前这个景点是鲁鱼籽,其实看到它这个雕塑,心里挺有感慨的,我个人认为,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就是鲁鱼籽。 当然,鲁鱼籽也不错,但是就我个人而言,看到这个雕塑,我还是挺环鸟的东西。 好了,您先不多说,往前看一看,究竟这个秀江河公园有什么好处的。 看看这水和古时候那个画一样,古时候可能画家就这样画水的,是不是很形象?特别清澈,因为它是泉水。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什么呢?它那个渡泉没有什么人,就我自己。 这个渡泉水游啊,慢慢的欣赏。 这种感觉是我特别喜欢的。渡泉风啊,看这个渡泉,我们吹过渡泉沙沙的声音。 非常地游泉。 这种渡泉水游,非常地游泉。 池塘里还有一些残河。 荷花是盛开的时候有盛开的欣赏价值。 然后这些残河呢,你就看一看啊,也是浮出不如是。 陈凭着泉沙 developers。 子曰,君子之教以笑语。 问亲庭。 这是母亲的心脚。 请起了一只小野鸭,在我的面前飞到草丛去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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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为什么要读书呢 可以出门装一下 你要是装得好啊 就可以读大嚎头 壮严替零 是不是 壮严 壮丽 泛花 哎呀可惜我一个也没中过 所以说我不会装 这一片野鸭头好大呀 最起码有六七枝 只起码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 它不是那种小野鸭 都是大的 大个的 看一下 不大 咱们的相机不行 照不出来 那么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